10月29日曼映華春秋,有我Grace Gear,Thomas 我們現在是非法集會 三個 哎呀,對呀,大件事 一會兒走出去我們要分開走 不然待會被人抓 我們很害怕 不要緊,你去戲院看電影 只要票房不太差的話 大家都有機會觸犯非法集會 很害怕 現在連跑完步吃飯都要申報 我都不知道怎樣申報 難道七天前跟他說 其實我跑完步呢 我們會有三十個人以上去吃飯 癡膠化 好了,我們說回電影消息 這麼荒謬的事情 我們想在電影上出現 沒有想到現實之中會出現的原因 先講一些輕鬆一點的消息 這個就是One Support Time in Hollywood 昆頓泰倫天佑說 我不會再剪的了 他因為李香瑩去投訴 他抹黑他父親 本來這套電影會在中國上 但是因為昆頓泰倫天佑說 我不會再剪的了 現在好像是下架了 其實拖戲 哪有可能在大陸上都說的呢 如果你只看片中最後那段 噴火槍那段 這麼暴力 其實應該大陸上不了 不可能大陸暴力都可以上 可以剪走他 對 最多可能大陸有沒有分級制 沒有 只是上都和上不到 這麼有齊 不要緊 最終就是李安決定不剪 不是 Sorry 是昆頓泰倫天佑說 決定不剪 那麼中國就沒得看了 對 但是中國人呢 他是怎樣都有辦法看到的 我也知道的了 他們不是進戲院看的 對 他們用另外的方法看的 現在用另外的方法看也很方便 你以前還說 要下載一個檔案 叫做BT 但是現在直接上網看也看到 但是那個網站就不是 就不是正版的 那當然不是正版 不算大陸人都不會看正版的 他們對這番話 你看正版的東西 可能會不會有些東西沒有了 那倒是 不是 他對這個知識版權 就概念比較模糊 不是模糊 是根本沒有 好啦 繼續說下去 剛才又罵得熱烘烘的一件事 最熱烘烘就是 到底Marvel Universe的電影 是不是屬於電影呢 是啊 因為有兩位 我可不可以叫 資深的電影大師 因為高普拉近年的作品 就是一般的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歸納他 姑且說 高普拉始終他 他也是大師的 那烈尼斯這個 你說是不是大師 也是一樣的 就是他之後的作品 不是那麼理想 都不能夠否定 他之前的那個成就 嗯 那哥普拉就直接開聲 說Marvel這些不是電影來的 然後 之後呢 馬田史高西斯 也都下了同一個論調 其實都很多電影人出來 就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拍開傳統電影的 就是他說 這些不是電影來的 Marvel這些 就是根本其實 他覺得他不配成為一個電影 就是他的意思是 就是他說電影不是這樣拍的 你現在拍到好像 像電視劇一樣 對 就是你進去看這套戲之前 你是要重溫很多東西 你要帶著包袱進去看的 嗯 我覺得又 至於每一套 Marvel電影都需要有 需要有 做功課 其實很多 如果你單獨看也都不會有 太大問題的 嗯 當然你 看完就有多一點點樂趣 可能找菜單 這裏跟這套戲 哪一部分那裏是通的 是一個 另類的一個樂趣 但某些戲 其實很多戲 就是Marvel 一個這麼商業的 娛樂片類型 他又不會真的去到你完全 不看他的戲 而看 突然抽到戲來看 會看不明白 其實這件事 我想起了一個導演 叫Peter Jackson Peter Jackson 也是拍《魔界》三部曲 第二部的時候 有人就問 你會不會剪回第一集 內容來回顧一下 因為都隔了一年 因為如果你有看日本電影 他很喜歡 頭那幾分鐘 就是一些獨集電影 他很喜歡頭那幾分鐘 他會先做一個回顧給你 才會繼續去下去 但Peter Jackson回答 我預料你會看《蝶蟲溫》 我什麼時候浪費了兩分鐘 來做一件事 然後就決定不放 有一個故事繼續去下去 你支持你 你重溫定 這個是每一個導演不同的做法 其實是 不敢說 Peter Jackson 這個也是 他擺明是《魔界》三部曲 他不敢做 也沒有很厚非 你當然要看第一集 原來你才明白第二集 其實他都說得明白 Marvel這個問題 我覺得之後有訪問回李安 李安 其實大家都知道李安曾經拍過 這個變形合意 不過是 不是那麼好 其實他走得太前了 其實我現在看回 其實不難看的 變形合意 其實是不差的 有些 當時票房失利的 超級英雄電影 其實是 可能他不夠娛樂性 而票房不收得 因為你不夠娛樂性 而那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 那個超級英雄 不是超級英雄 就是他覺得太人性化了 是的 李安就拍到人性化 還有李安又去玩 你看到他玩四格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看法 其實挺有趣 但是那時候人們就批評 我這樣好花啊 其實 但是原來你現在1回來看 其實是很創新 我只會說李安真的走得太淺了 其實是 所以他訪問他 就是說 綜合這麼多大師說的話 他說 我不會說Maffle的電影不是電影 他說 因為他也是上電影院 他也是在娛樂著大家 但是他也提到這個論調 其實我也同意 他說 但是他的拍法 開始變成千篇一律 他說 你們是不是要想一想 那個方式去改變呢 如果不是繼續下去 其實 是一個倒舞式的製作 那個新鮮感就會沒有了 就會令觀眾開始有些嫌棄了 這個是他的意見 其實這個我也認同千篇一律 這個說法 因為可能你看回 Anime 2 Dr. Strange 甚至乎 Captain Marvel 這些開始 開始沒有一個很強烈的風格在裡面 如果我們看Captain America 2 開始 它除了是Marvel的電影 它也有一種強烈的風格在裡面 但是其他那些開始不是那麼做得到 嗯 然後反過來 你不 也都Marvel這樣被人說 我也是在某程度上 因為它這期真的太強烈 是啊 你想想今年可能暑假當 有哪一套電影是非Marvel 而又真的很受得 現在的小丑量不差 小丑其實它發 播了R-Ray的全球最高票房紀錄 不是啊 而且小丑它真的拼了另外一條路出來 即是 它都是屬於DC Universe裡面 但是它拍攝的風格是完全另一種風格 給了一個新鮮感的觀眾 這個是值得參考的 其實是 其實就是Marvel的太成功 而引起各個片商都走去效法 即是其實 說了 和DC又搞DCEU 那時候環球想搞Dark Universe 死了啦 那當然失敗了 那你去到狂野時操 又整個外傳 又發展又一個宇宙 很多電影片商都想說 一個電影宇宙世界好像可以賺到錢 那個個都拿去搞 那搞又不要緊 是個個都參考Marvel的形式去搞 那變成可能很多製作很千篇一律 而且你看Marvel很多電影其實都很規範 你知道迪士尼其實 它都是要顧及一個家庭的市場 或者去顧及一個票房 可能它要弄到帽子是一定收得的 但是變成很多東西是規範了的 就是見到有些東西 可能見到你不滿意的 又要翻拍 即是有些花木蘭 現在又說看完之後劣平 又要翻拍四個月 其實花木蘭這個很嚴重 即是我們剛剛講Marvel 你現在可以拿去花木蘭 其實這個花木蘭有個很搞笑的位置 就是當她之前 劉奕飛撐警 即是很早期 只不過是亞洲 即是香港這邊的反對聲音 會比較厲害 我們那時候就說 美國那邊不會理你 誰知發生了這個MBA事件 現在其實那邊 美國那邊也開始有反對的聲音 其實我有擔心 就算花木蘭重拍了 再放回這個時候 她會不會迪士尼放 即是等時間長久一點才扔出來 還有莫蘭她說 她說批朋友沒有了一隻木衰龍 變了一隻鳳凰 有人說 我不跟完 接著迪士尼說 聽你休息了 我想撇防好一點 又要重拍了 其實不只一個例子 你看迪士尼 之前有一套《合道1號》 木蘭又重拍過 重拍過幾個月 加了一些比較喜劇的情節 就變了一套《合道1號》 Han Solo那套《外傳》也是 但好像出到來 Han Solo就有點抱歉 即是變成你重拍完 那套東西可以收到 但變了很多東西都規範了 對 所以其實我對方莫蘭 這套東西我絕對是沒有什麼寄望 所以就因為這樣 所以那些大道就走出來說 一套都賭武 只是他們轉了一個英雄 但其實那套套都差不多 所以其實 又不能夠掛掉《合道1號》 那我的品牌出的東西 就是這樣 我的品牌是這樣的 那就是這樣 那不是叫你在旁邊說 你也照樣跟著 你又不是我公司 你應該要跟著我 所以其實現在 現在去到《D.C.》 《小丑Joker》 拍一部電影 其實證明 之前可能《Darn Night》系列 《Watchman》 都證實了他們 這個風格是活動的 其實《Watchman》 你現在看回 很慘 《Watchman》那時候 有些人罵到睡著 你現在看回 其實《Watchman》 它戴那種黑色的風格 其實是 你現在放回 你現在看 我覺得其實是 是破格好看的 但是那時候 那些人也是接受不到的 所以其實 其實你本身有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一個 形式風格 那為什麼你要去 學人搞《Universe》呢? 沒有必要的 其實你這部電影 是拍得好 收得就可以了 嗯 那現在《小丑Joker》 是一個 怎麼說 是一個 引子呢 其實現在是 告訴你 其實你們真的要 如果你要吸引到觀眾的話 有一些東西 你們要改變的 因為現在的觀眾的口味 是比較難以觸摸的 因為你要看 一模一樣 其實看《Marvel》已經夠了 那為什麼還要再看你《DC》呢? 是啊 所以《DC》很聰明 他現在 但我不知道他之後怎麼走 因為再下去 是不是小丑女 小丑女外傳 《猛琴》 《特工隊》 嗯 《夏年新年上》 《新年上》 接著就看看 應該如無意外 就會是 reboot的《自殺特工》 哦 哦 知不知道《跟執導》那一套嗎 是啊 《蝙蝠俠》就 近期公佈了兩個選角 Paul Donald就會做這個《蜜語人》 嗯 另外有個叫 Soye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之前拍過《姐妹肉蒲團》 也有拍過 變種特工一些 就是一個黑人 我知道啦 《水行俠》的女兒 對呀 我知道誰啊 她就做《Cat Woman》 是 我對個選角 我覺得Paul Donald做《蜜語人》是OK的 嗯 《貓女》就有一點顛覆了我 故人的印象 不是呀 《荷爾巴》你也做過啦 都是黑人而已 《荷爾巴》你也做過啦 《荷爾巴》你也做過啦 是啊 《荷爾巴》是好戲的 對呀 其餘兩個我就有一點懷疑了 你為什麼對羅伯·帕迪森這麼有懷疑呢 因為我怕他又要死一次老爸老母啊 那這個就不關羅伯·帕迪森的事啦 我對他演技其實沒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 《賓仔》那個 叫做中老年的《Batman》 其實的idea是不錯的 只不過《賓仔》他真的沒有觀眾緣 我只是想他繼續延續下去 我不是說真的是《羅伯·帕迪森》 但是你問我這麼年輕的 我又要看一次《Batman》死老爸老母啊 沒有啦 小丑不是看老母 小丑也有 我要看他的老爸老母死幾次才可以 翻了幾十幕 每一次都要告訴你 《Batman》死老爸老母 我希望他可能 skip這部份不拍的話 我都ok的 你真的很戒別人死老爸老母 但其實是危險的 你想想對上一部拍了一個《Batman》起源的電影 Kristen Bell 那個很成功啊 很成功啊 其實你又要拍多次《起源》 其實我會覺得很危險 很悶啊 是嗎 還有你可以 你這麼喜歡學別人的《Marvel》 人家《Spiderman》也不用死多次《Uncle Bear》 你不一定要和《起源》拍戲 不是 但是 Cast都Cast了 所以繼續看他們的發展 她就在拍戲 沒有新鮮感的問題 大家三位都看過他的商紙特工 你有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你比較忙 我跟Thomas看了 如果你說劇情 其實我覺得沒有劇情 不是沒有劇情 是那些比較手舊 90年代的感覺 而且他開頭有點悶 所以我們都知道 劇本不是李安負責 李安是負責拍的 但李安上年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 其實是16年 都知道他是在玩 開始改變 李安也說過 MARVLE要改變新的 就像我一樣 我現在開始改變 電影技術 給新鮮感觀眾 所以你留意李安 尤其是這兩套 他的實驗味很濃 他不是在劇情 我覺得他完全 你有劇本我就先拍了 但我不是玩這件事 玩技術 其實他這次也是用上次 比利林恩的規格來拍攝的 就是3D 4K 120格的規格來拍攝的 而且他的特技 這次厲害很多 因為他要兩個Will Smith 一個年輕一個老 他做了一種易容術 他用電腦來拍攝 然後再用電腦 收拾一個 Will Smith年輕的版本出來 其實兩個都是Will Smith來的 不過年輕的Will Smith 跟他演戲比較辛苦 因為他會有一個鏡頭 其實馬田史高西斯 之後上一套Irishman 都是在玩這件事 只不過技術會有些不同 聽聞就是說 其實用後期去收拾 年輕一個演員 其實之前都曾經有試過 很多Fast and Furious 都曾經用這件事去 但是看到啊 這套也看到 Tron Magics都有 他這次看到 但這次已經算是最最頂的技術 因為他說 本來劇本已經放在那裡 但是因為技術不能夠追得到 所以他一直不開拍這個故事 直至李安 其實之前我忘記找了哪個導演 導演說不行 因為技術很難處理 然後輾轉去到李安手上 李安說有東西玩 他就拿了這個劇本來拍 其實李安應該是 算是比較願意 或者比較勇於試一些新技術 開發一些新技術的導演 因為其實你看他之前 比利林恩的半場戰士 這套相知殺手 或者之前 甚至乎去到 Life of Pi 其實都是 看到他在技術方面很創新的 但問題就是 技術創新之餘 方卡能不能支撐到呢 我都知道了 香港是看不到 什麼K都看不到 香港只有兩個版本 因為發行商他只提供了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就是 一個版本就是 2K 2D 24架 另一個版本就是 2K 3D 60架 我就是看這個了 我也是看這個 好 我想跟你說 那個技術 你要找一間大的戲院 首先 要找一間大院 大戲院 好 現在都下了 其實都下了 都 因為我很奇怪 就是 香港去上這套戲的時候 其實 你要找一個3D Plus 那個格式來看 其實都不容易 嗯 同意去上那些院 都是小院 是啊 我多精神才找到一間 銀幕大一點的戲院 來看 我在又一城 但是他又一城 他不是開最大的那間院 我去了Woofy Town看 大大院 大院 正 因為其實就算小院 我戴著副眼鏡 我坐正中間 哇 他的特技 尤其是水點啊 那些 波 爛玻璃 塵啊 我甚至說 有隻蜜蜂飛角 你是看到這套戲 很厲害 你完全是看到那個 是真的 顯現到在你眼前 比IMAX 我看IMAX那些感覺 就是你可以想得到 哇 他的技術真的很強 我們現在是看0K 所以你說去到別處看那些 看4K可能更清一點 嗯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想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平時看24格 24格其實 你玩的時候會跳的 是啊 你有一些很小的object 其實如果你在24個畫本 其實如果你用肉眼看 其實可能你未必會追得到 嗯 但是你變成60格的話 你一些小的object 其實你會變得清晰了很多 是的 就是他這套戲厲害就厲害 那些水點啊 火花啊 嗯 這些很細微的東西 你在60格的版本之下看 你就會看得清楚很多 我覺得最厲害是塵 你說得對 就是他去到那些地方 很多塵 那些不是noisy的 你是看得到是塵 真的一粒粒塵在你面前出現 還有他那些追逐場面 那些動作場面 其實是很清晰的 是啊 他有一幕就是講到電單車那一幕 兩個Will Smith對戰 其實那一幕是90年代 就好像未來戰士第二集 那一幕那樣 但是他難再是兩個Will Smith 你明白嗎 他要做特技就是兩個Will Smith 嘩 我想如果Terminator第二集 可以做到一個60格3D版本給我看的話 嘩 真是 多厲害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3D 過往我們幾年前有很多戲 硬弄做3D 偽3D 結果你覺得3D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對於遠昌法學上有必要的 可以將票價借一些椅就收到幾十元 現在沒有啦 因為那個片商看到 那些人都是等2D場才看的 因為真的大家對3D不是那麼 剛剛推出的時候很多人 這3D我試一下啦 試完之後 其實做到效果的戲又不多 慢慢慢慢就 我看2D好過了 又不用戴眼鏡那麼辛苦 所以 其實這個是市場直接反映 其實不是那麼多觀眾那麼受你3D的戲 所以這套就是為什麼我當時一上完 我就說你一定要看3D 不要看2D 因為其實看2D你會覺得很悶 因為那個劇情真是90年代很老 很老套 但是你看它的技術 你會驚嘆到 嘩 去到這樣了 當然 阿Mike他那時候說過他在大陸是看過 比你林欣的中場休息 他這套他也是 他在上海看 就是選了一個要Syndity的版本來看 Syndity的版本來看 Syndity的版本是真是4K 8D格 3D的 是很強啊 他看完之後的感覺就是 嘩 簡直是震撼的 他告訴我Tentacle很喜歡這套戲 我說我真的不一般的 他說不是 因為如果你這樣看格式 我就知道為什麼他這麼喜歡這套戲 因為他看那個Tentacle是很強的 他就說他那些黑色真的是真黑色來的 不是因為那些有些模糊的黑色 不過你看那個版本 其實只有大陸才看到的 美國都是沒有戲院可以支援這個格式的 美國最近那些戲院都是 4K 都是2K 82格3D的 哦 他北美只有1間有4K 他現在都是寫著 但是呢 2K也是只有14間 14間 北美喔 你想想多大那裡 都是去到這個位 但是有些戲院就是 裝了一個Syndity的方法 來招呼這套戲 但是問題就來了 首先第一就是 其實有幾可 有幾多電影 真的支援到這樣的格式呢 印象中我記得阿凡達第二集 他也是用60格來拍的 阿凡達第二集還沒有出現 好像是21年 好像是21年 暫時聽說是21年 都聽了很多年 是啊 那 你都沒有 武器支援這套戲 還有你裝這套工具 都要錢的 成本 我上網看過是550萬人民幣 一間戲院 還要封閉 兩個禮拜 來重新裝那些東西 其實你想想 你除非入座率真的很高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陸的經濟都很... 現在大陸開了太多戲院了 入座率開始下跌了 他攬開的不如這麼說 因為每個人都以為有一個生金彈的我 我就不斷是這樣 大陸開了很多戲院的 儀器的方式更厲害 更厲害 香港那些的 但是 有沒有 那麼多戲是需要這些方式呢 因為這個我有些保留的 其實是有保留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裝完之後 你都要保養的 有些東西叫做 保養都是要錢的 但是如果你入座率 是不能夠cover到成本的話 你不保養那個儀器 到最後都是壞的 所以大陸看Synity的版本 很貴的 一套戲下限點 過百元人民幣 過百元人民幣 過百元人民幣是貴的 香港是很普通的 還有再貴一點 二次頭也有 那香港也試過了 Maple過一次都 那個豐壽都是低 都是二百多的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一個技術太新了 還有它對於戲院的硬件需求太高 所以 會有很多故障的情況出現 其實就是講過 但是大陸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上了 他說上完之後 其實有幾間 就算有幾間 傳出不少 手影場 記住是手影場 是失敗的播放 因為 沒試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沒試過 總之他說 有一間戲院 甚至要播十二次 都不行 最後要改播中國機場 不知道 我想有些人會叫回水 其實就是 因為你打中國機場 你叫回水 那你就被人拉回去 因為你這個制式 你用這個規模來拍 你首先那個敲背 那個大小 其實是一般 2D電影的幾十倍 那麼大 嗯 變成你的視乎器 一定要頂得順 對 就是 你的視乎器 一定要整套換 一定要是 那你換了之後 你有沒有測試過呢 你測試過 溫得順不順呢 還要是 那麼多電影 只有你的一套 就是這樣 所以一定不會有很多 技術上的問題 就算台灣 其實他說 如果你要看 一個最高 最好的規格 你也要去花蓮看 喔 去那個 Laser IMAX 對啦 你要去花蓮那邊看 所以如果你說 我可以去台灣看 原來台灣也不行 你要去花蓮 深圳有兩間 Scenity的戲院 我試過 我試過 你有沒有想著去挑戰 不知道 落了畫沒有 一套戲始終 其實真的一般 本身一般 你願意為了這個技術 去特地 好危險 回去現在不要 被人搜尋電話 好害怕 我要想一想 對啦 沒必要拿一條命去搏 有想就不用想 好 那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一會兒回來講戲 好